《輕鬆得性》我們之前已經輕量講過 但我們這次會詳細講和應用 讓我們在過程中學習輔導 如何輔導人 《輕鬆得性》是一個教導 幫助我們能夠全面性的活在神的愛 以及處理生命 生命中所有的垃圾都清光 然後去發揮生命 因為如果你只有聖靈的能力 沒有處理生命是有問題的 但如果我們處理好生命的時候 一步一步神就會開路 其實我聽過不同的人跟我說 神跟她說話 叫她 譬如我先說美國的那個姊妹 她是問神 神你找一個牧師幫我 神就感動她看我的影片 有不同的人告訴我 神就感動她去看我的影片 或者找我 我想說不是我 而是說神為何興起我 神為何使用我 神都可以使用你的 你願意的時候 神就一步步提升你的 你不是一定做一個牧師 你可能是神呼召你做牧師 或者傳導 但總之你在你的崗位 你一路靠著耶穌向前去 神就每一步一步提升你 但這個提升必定要用我們處理生命 如果我們不處理生命的時候 你做的時候就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好了 輕信得性是有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 一起讀一下 活在神的愛和奇妙計劃之中 第二就是處理生命中一切問題 第三就是基本性來的果子 和發揮生命的 首先 活在神的愛和計劃 然後處理生命中所有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相信神愛 不過整天都發脾氣 不開心 煩惱 或者睡覺倒轉頭 那些時間 這些都是生命的問題 或者人際問題 很多問題 這些都是要處理的 然後最後就結出果子 聖靈的果子和生命的果子 而輕信得性的特色就是一目了然 你一看到十點 不會看到很多人介面 聖靈講了很多東西 我將它總括了 讓你知道有什麼去跟從 和實際的方法走出來 其實我們將聖靈的總括說出來的意思 就是我抄襲 抄襲聖經 將聖靈的教導拿出來 和輕鬆喜樂的 是神的心意是喜樂的 我們不是很重淡地去服侍的 和刻意的 是刻意 譬如大家中間有可能不開心 煩惱有問題 是你要留意到問題 刻意去處理的 好 而第一點 就是第一個部分 就是有三點的 活在神的愛為禁話之中 而第一點就是一起讀 天天保得神的慈愛 這一點我也曾經說過 但我現在會重點式地說 對於神的愛 我們有不同的程度 希望大家會記得 第一是知道 很多紀錄都知道 知道未必相信 相信就是說 我知道神愛我 但我相信我經歷過神愛我 我知道神真的愛我 第二就是堅信 在任何環境都很深信 就算神沒有醫好 就算有什麼問題 就算發生什麼事 都一樣相信 其實這次很特別的 就是雖然神沒有醫好 但是神向兩個家人顯然 這是神很特別的恩典 並且是他的姐姐幾次 最後一次就說 你還不相信我嗎 就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就是經歷神 即是能夠經歷神的愛 雖然不只是深信 是經歷到神的愛 然後天天享受神的愛 很多人覺得很難 一會兒我會講一講 如何享受神的愛 然後被神的愛激勵 我每天都享受神的愛 我刻意地享受神的愛 我一起來就享受神的愛 我洗碗也刻意享受神的愛 我洗碗也享受神的愛 我洗碗也享受神的愛 我去洗澡也享受神的愛 我為人祈禱也享受神的愛 任何時間 有些人說 你為那麼多人祈禱很辛苦 我說 不是 我剛剛享受完都很舒服 這些經歷我們很簡單地說 就是耶穌為我們成為咒座 這是很大的愛 即是我們深信聖經 真的告訴我們 基督成了咒座 是很大的愛 加拿太書三章十三節 也都是他經常懷念我們 婦人不能夠忘記他吃奶的嬰孩 二所謂的書寫的九章十五節 但是神更加不會忘記我們 經常習慣著 即是現在祂是慣著你的 那你仍然將他深化 怎樣深化呢 其他時候 啊 耶穌現在掛著我 大家 如果你試過戀愛 你最喜歡聽一句話 就是對方告訴你 我很掛著你 或者有些不是戀愛 你的子女跟你說 我掛著你 你很開心的 或者你的丈夫妻子 或者你哪一個朋友 告訴你我掛著你 是令你很舒服的 神就是整天掛著我們 你想想 如果一個很特別身份的人說 我掛著你 哇 你說覺得很特別 譬如說有一個你很崇拜的人物 他說我上一次見過你之後 一直都掛著你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會掛著我呢 而神是比任何偉大人物更加偉大的 而他居然掛著我們 是否很特別呢 所以我們這件事很深信 哇 你會說 神掛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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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現我說的時候 我每次都帶著感情 為什麼呢 我真的覺得神很好 今天當我聽完 明師告訴我 我今天想來 因為阿瑞豪又想學 我學完 我回去告訴阿瑞豪 我住身走 我的眼淚就出 哇 神你真是好 你感動他們 會有這個心 學好神 我心裏我覺得是很特別 就是我們這次所做的人 帶領他們 能夠信主 跟同主 我心裏會說 神你的作為真好 我希望大家都是 活在神跡和愛之中 啊 耶穌等著我 大家試試活在這種狀態 你就不會累的 你永遠都不會累 你永遠都會有力量的 神是充滿感情的 西方的書 三十七七節 我很喜歡的 祂都因我們歡欣 喜樂物而愛愛 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希望大家經常深深信 神好愛我們 是有感情的 祂因我們歡欣喜樂 很開心 默默地愛著我們 祂一直看著我們 每一個都愛我們 我們有時都會說 唉 我何德何能呢 我有這麼失敗 我有這麼多不好的東西 神有什麼 這麼喜歡我呢 其實神不是因為 在神來說 祂分得很清的 祂不是要喜歡的人才愛 普通人當然是喜歡的人才愛的 很多人當然是 你愛的人是你喜歡他 但是神呢 發覺那個人有很多不好的 祂依然愛 神的愛是跟祂的喜歡無關的 如果要喜歡 當然那人很愛主 但是當我們還沒有愛主 還是很污衛的時候 還是死在盡惡過分 祂已經很愛我們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真的有福 我們不是 只是說 有個大有錢好像李嘉誠 如果李嘉誠的話 我經常想念你 那樣 麻煩你幫我忙 有些人會說 但是李嘉誠 祂都是有限的 但是我們的神是無限的 但祂居然因我們 歡欣喜樂 默默地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祂見到你 哇 好開心 神就會這樣 很開心 很歡喜 阿瑞浩見到天 耶穌是很開心的 哈利路人 而且祂永恆服侍 我這句經文 我很喜歡的 在前後環繞我 按手在我身上 祂永遠圍著我們 當你經歷到聖靈 其實任何人都經歷到 個個信主都經歷到 任何人信主的人 祈禱就會有平安 個個都會有平安 但是經歷聖靈 每種平安就會加強 那種愛加強 那種能力加強 那種能力加強 這幾個人在祈禱 會經歷到神的平安 或者興散釋放的 請你舉手 有幾個 哈 差不多全部 感謝耶穌 我們都經歷到 那你經歷的時候 你就說 耶穌正在服侍我 一起說 但你現在黑了 啊 耶穌正在服侍我 真的好 真的好 耶穌按上我身上 我真的有福 啊 真的好 真的好 哈哈哈哈 你想想如果 如果 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譬如那個王 天天掛著你 或者圍著你 如果一個王圍著一個 圍著你 喂 有什麼可以幫助你 你會說 我 不敢當 但我們的神 是經常都在 我有什麼幫助你 你一說 我有什麼幫助你 耶穌是很歡喜的 你想一下 哇 我們的神是很特別的 祂很歡喜幫我們 很歡喜 我們跟祂說 我需要你幫我 所以 肯切祈禱 我們需要你 神是永恆服侍的 去到天堂都不停的 去到天堂 神叔說 OK搞定了 你現在來了 自己自便吧 但你永恆在天堂 都會享受到 神的愛 我經常都想到 神的愛 我們怎麼得救 是神很多次幫助 透過不同 我怎麼提升 是神透過不同 我們都看到 神怎麼透過 我們祝福很多人 我們就看到 神的愛 當然看到 哇 神真的活在我們中間 我希望我們這個訓練課程 是令到大家對神更有信心 將這個 我復興推廣 真是活在神的愛 和活在神的神積其善 還有呢 是享受的 這個經文是支持享受 其實我們早早飽得 食飽是享受的 飽得神的事 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那另外 有經文 詩篇十六篇 第八節九節 那些澳墓打出來 就是 你在我前後還 我將 對不起 我將耶穌常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肩外面 不知遙動 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將耶穌常擺在我面前 就是大衛經常都親近神 大衛是一個很喜歡親近神的人 因此我的心就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大衛是享受神的 所以我們要分清 就是神是可以享受的 大衛可以落開 你想想 一塊這樣的石 你要搬是很辛苦 很辛苦 我試過剷沙 少許的沙都很辛苦 一做這麼大的沙 你要將它剷平 真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說 就算大衛可以落開 但是神的慈愛永遠都不離開我們 即是甚麼事發生都不會離開我們 就算我們犯了罪 神依然不愛我們 當然神不想我們繼續犯罪 繼續犯罪可以離開神 但是神依然想我們回頭 到最後有機會的時候 神都會給我們機會 去回到祂那裏的 無論我們深信羅伯斯八章三十八節 無論是生是死 甚麼都好 都不能夠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甚麼都不能夠隔絕的 這裏看到這隻羊 不是失了路 所以要找他 即是說 找回我們 而右邊這個 就是菌鎖 好像隔開了 其實這個菌鎖 是我們自己自製的 我們裏面 因為我們介意人的傷害 我們介意人做在身上的事 我們介意我們的困難 於是我們就鎖住 但是當你不介意的時候 沒有所謂 不要緊的 死也不要緊的 受苦也不要緊的 那時候你就會解決這個菌鎖 拐出菌鎖的時候 反而你發覺 恩典有很多很多的 好了 關於神的愛 很重要分辨這兩樣的真理 戒命和責任 或者是恩典和戒命 或者是責任 當你分辨這個東西 並且你知道去哪裏拿力量 就很不同了 來 恩典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神伯伯賜給我們的祝福和幫助 很多神的恩典 譬如神接納我 接納我們沒有條件 神不斷不斷接納 不斷 無論我們多遠遠 祂都接納 不斷有個計劃 是祝福我們的 拯救我們 赦免我們 又紀念我們的事福 賞賜 興奮我們 這些都是恩典來的 恩典是很舒服的 譬如有人很擔心的時候 耶穌向祂宣言 我愛你 我照顧你 我幫你 所以就是我們透過我們的擁抱 接納 神愛你的 我又愛你 我體重你的 你是很寶貴的 這些是恩典 是加在人身上的 那介面 善典有介面 我們都要遵從 這兩方面是哪裡來的呢 就是神的愛 和神的聖結公義 那有些人說 那只是愛很好呢 如果沒有聖結公義 又很慘 因為上到天堂 發覺那些人呢 又開始有些 又開始結黨 又說 唉 你那時候 比我生氣 我現在不理你了 如果這樣 你上到天堂 你就開始失望了 為什麼天堂 那些人都會這樣分檔呢 有一點那麼多 記掛著 世上的東西 都不行 是不是 如果有一點那麼多 掛著你 就說 你那時候 你做過我 做過一些不好的東西 在我身上 我整理你 一項 我要 我要告給耶穌聽 我要告給其他人聽 或者對你不太接納的時候 你就會很失望 但是我要感謝神 天堂是一點那麼多罪都沒有 任何人見到你 嘩 好開心啊 就算那個 有時候有些基督徒很可惜 就比我們生氣 天堂好像沒有那件事 這個就是聖結的美麗 是不是 如果天堂都有一些罪 就很慘了 但是天堂完全聖結 所以一定要有戒命 不過只是戒命 就很慘了 所以很多人覺得 基督教就是戒命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你要祈禱 你要看聖經 你不要犯罪 你不要做這些 你不要看色情的事情 你就會覺得很多責任 但是當你說 耶穌裏面更加美麗 你想將來有一個美麗的婚姻 或者美麗的獨生呢 在神裏面可以有的 可以很美麗的 但是如果你在色情裏面 你就失去了這個機會 但是如果活在神的愛中 你的婚姻可以享受 但是很多人就不是 在婚姻裏面 又會想另一個女性 看到旁邊那個好像漂亮 比較溫柔 就是它就會有些不好的影響 但是用愛去推動是最好的 就算關係也是 為什麼在戀愛的時候 更加有樂趣呢 因為戀愛的時候 一聽到對方喜歡麥 就跑去買回來 就是有些什麼 經常都會想念她 又聊電話 聊不聊很久都可以 很喜歡 真的好 找到一個心上人 怎麼知道結婚之後 結婚之後 開始就開始說 為什麽你又沒有做什麽 那些事情又不收拾 那便開始變成常河 一個就變成常河 一個就變成沒有反應 丈夫就說 我已經娶了你 我又沒有走 我又在家 每天都回來家 那我是你的 那我就坐在那裡 我看電視也好 看打球也好 看報紙也好 我都是你的 你總之見到我在那裡就行 丈夫的心態就是這樣 我坐在那裡就是你的 但是太太就很想她回應 就是有些反應 有些說話 有些愛心有些關心 好像以前那樣聽她說話 但是她說了幾句 我說什麽說 不行 不用的了 沒有問題的 因為男性就是沒有問題的 這些人不用理的 但是女性覺得一定要處理的 於是就會缺乏了愛 但是如果結婚之後 丈夫依然每天都聆聽她 關心她 那個太太就會 真是死心鐵地 對她好 而那個太太 整天都是溫柔的 整天都不是計較的 整天都不是說 不是整天都說 你做什麽 沒有做什麽 而是呢 一見到她沒有做 都願意做的 我太太就是這樣 她看到我沒有收拾 她就馬上收拾了 那我不好意思 快點去收拾了 她有些什麽呢 就是我做得不好 她又說不要緊 她又幫我做 接著我就會很小心 下次不要這樣做 有時她都會跟我溝通 但是她就會用平和的心 有時她都會生氣 小小生氣 她就馬上不肯 因為我們有些協議 是這樣的 而我和她溝通 我都是時時 講正面的說話 講愛的說話 所關心的說話 就是整天都被愛 那時候呢 為她做任何事 都很有樂趣 就是我們回家 第一個看誰 快點拿拖鞋給對方 就是我們呢 其實很少東西 拿拖鞋 重不重的拖鞋 是個心意而已 沒有什麽大重擔 這是一個心意的問題 我們跟神關係一樣 你經常說 神愛著我 神照顧我 神和我一起 神是關心我的 神提升我的 那時候你就有動力了 原來神這麽愛我 你就有動力去跟從神 這就是很重要活在神的愛中 我們就會有動力去遵從神的戒命 遵從神的戒命 敬拜神 信靠耶穌也是 都是我們所做的 愛神 我信主全呼音關心靈 都是我們所做的 但首先有恩典來做的 好了 享受神呢 這個東西也是我要學的 除了有代討 有謊言的討告 有宣告的祈禱 有等候神這些祈禱之外 在我來說有兩種 一種是享受神 一種是愛慕神 我想問大家 享受神和愛慕神 誰是屬於戒命 誰是屬於恩典 誰是恩典的 享受神就是恩典的 而愛慕神呢 是戒命去愛 我們做的 我們付出 首先享受神 為什麽在神的愛 為什麽先享受呢 因為如果我們 冷靜說 我們愛神 我們全心愛你 耶穌我們全心愛你 我們全心全現 將生命給你 我們只是說這件事的時候 人有時候 有些人說我做不到 他去不到 所以第一項 就是享受神 那享受神做什麽呢 第一 深信神很愛我們 因為神的而且愛我們 很多人很喜歡冤枉神 經常說神不愛我們 其實是因為有困難 有困難是因為人類犯罪 所以每個人都有問題 我們每個人都有身體問題 這裡有沒有人 是有完美的身體健康的 我們沒有的 每個人都有些問題 有多有少的 但不代表神不愛我們 我們大家有沒有經歷過大的患難 這裡有沒有人發生大的患難 大的困難有沒有 有沒有人沒有發生過大的困難 有沒有 每個人都有大的困難發生過 你沒有 那就是主 有些人是少些的 是少些的 好了 那麽多人 只有一個 這些困難是否代表神不愛我們 不是 一樣是神不愛我們 所以我們深信 就像困難神都愛我們 而第二 就是經常用神的恩典說話 和自己宣告 這裡我寫了些 但我現在怎麽說 啊 耶穌現在跟我一起真是好 耶穌看著我 耶穌喜歡跟我一起 耶穌歡喜我親近他 耶穌呢 時時圍著我 耶穌掛著我 耶穌在永恆之中 已經在生命冊寫了我的名字 已經在天上了 已經定義祝福我的 神要大大提升我 我賜給我個人的能力 和為我大開門 去祝福更多人 也都為你每一個 即是說 這就是享受神的愛 那怎麽享受呢 噢 耶穌我享受你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神 我享受你 我感謝你 我可以享受你的恩典 我可以活在你的愛中 真好 哈利律日 就是這一種的祈禱 我們學 第一種 第一種呢 你學愛神是難一點的 第一種學 享受神的愛 神真的好 神照顧我 有沒有問題 這方面的祈禱 因為在小祖的時候 都操練一下 就是呢 怎麽享受神的愛 耶穌的愛 真的好 耶穌跟我一起 或者想回 神做過所有的事 大家記不記得 神做過的事 我特意記住的 我是會特意記住的 每逢一變成神的作用 我就記實 我就會記實神做的事 我太太有超常的記憶力 她記憶 我們第幾次 Anniversary 穿哪件衣服在哪裏 她都記得我 我真的忘記了 我真的忘記了 她真的忘記了我 我忘記了 她告訴我 我去哪裏 我有印印象的 但是呢 神做的事 我是會記得很清楚 其實我是 時事 我都是感激我太太 但是我呢 是肯定我將精靈 放在神那裏更多 我是會記住神做每一件事 還有看到那些人的改變 我是會記住的 好了 這個第二就是 用神的恩典的說話 向自己宣告 告訴自己 所以你一邊洗碗 一邊起來拆牙 耶穌在愛我 耶穌在愛我 耶穌跟我一起 每天都這樣做 你的自我形象就會健康 就不是變得驕傲 每個人都愛的 神現在看著我 現在和我一起 那你的心就會平安了 跟著第三呢 就是享受 親孕時的平安 輕鬆 舒服 將這些經歷看為 神的愛的表達 有些人我沒有經歷到 最簡單 我都講過了 大家閉上眼 深呼吸 兩下 放鬆的人 要放鬆一下 有沒有發覺 放鬆的時候 心呼吸很舒服 放鬆的時候 心呼吸很舒服 是神賜給我們一個 很簡單的禮物 是人都可以得到的 如果你說我經歷神 經歷不了 你先經歷這件事 你就要經歷神的作為 但是呢 如果我們在聖靈裡頭有 你就愈愛神 愈享受神 大家可以開閉眼了 有些人愈享受 那你就會任何時間 我任何時間 我任何時間 我都會享受 這就是學習回來的 其實我任何時間 我都喜歡見到人 我喜歡見到人 尤其是熟悉的人 如果我見到你在車上 我一定會 雞蛋都不斷 我會先聽一下你說笑 我會聽一下你說一下 認識一下你 聽多一點你的事 我亦都會去鼓勵你 但是我會聽你多一點 了解你 其實你在WhatsApp 你可以將你的經歷 你的需要 當然我都會鼓勵你 找組長先的 也是找Mandy的 那我就 我不能一個人 承擔這麼多事情 但是呢 我樂意聽到你們好的 就是消息 或者你需要幫助的地方 我是很樂意聽到的 我見到人 我又歡喜 但是我不見到人的時候 我又很歡喜 那我呢 自己一直走 啊 我便會這樣 一離開人群 我在家裡 啊 我便會一直享受神 在任何時間 都這樣做的時候 你使你的靈命就會健康 你就會覺得 真是神不知道多容易 是一種享受 並不是辛苦的 你還會很喜歡親近神的 是 這就是享受神的祈禱 好了 怎樣擺得神的祈禱 我一萬物中見到 真是一萬物 真是很多東西 很漂亮的 真是很漂亮 尤其最近我去拍照 我在YouTube 是不是這個 Facebook YouTube都有擺 Facebook我又擺了些相 我日後有空 我又擺多點上去 反正去旅行 為何不拍一些漂亮的相 我又喜歡 Capture一些漂亮的 真是很多 很少的東西都很漂亮 神設計得很漂亮 我真是很欣賞的 葉有不同的種葉 花有不同的花 很簡單的設計 但每一朵都漂亮的 我真是覺得 神所創造真的很漂亮 我看到 就是蝴蝶在那裡飛 我都覺得 我在問 為何那些雀鳥不吃蝴蝶 蝴蝶那麼大隻 飛得那麼慢 那些雀鳥吃蟲 為何那些蝴蝶不會吃光 有可能蝴蝶不好吃 神弄到它不好吃 因為它的顏色和鮮艷 它裡面可能有毒素 它吃的時候不好吃 所以蝴蝶可以在一個飛的花 在花裡飛來飛 令到那些花是漂亮很多的 我看到賣物和吃的食物 我都感謝神 真的很好 很多食物 有些人經常想到 什麼麥當勞 那些 但是 如果你有興趣 我可以把我岳母 我感謝神 神的恩典 是透過岳母 岳父 我太太 和你們帶給我的 我岳母都做的東西 真的很好 有些 總之又健康 又對身體好 沒有的 所以你看到我 其實我一向都留意身體 我又感謝神 他們又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是享受一些食物的 從聖經看到神的愛 我看聖經經常看到 耶穌如何聯繫那些人 以色列人聽說 神依然愛他們 神依然關心他們 神並沒有拒絕他們 以色列人是全本聖經 講出人的罪和警告最嚴重的一本書 講到是很重要的 講到鎖多瑪的百姓 鵝摩拉的官長 你們土局我掩眼不看 你們守嚴宿會 我都不喜悅 哇 多嚴重 但是他說 我們來辯論你們的罪 雖像諸紅必變成雪白 雖紅如丹難 必白如羊毛 喜賽書第一章 那些人根本是不可愛的 但是神竟然這麼愛他們 是很特別的 所以你看聖經 有些人說看聖經 找不到有什麼特別的新意 你不用的 總之慢慢看神的恩典 還有看到人如何失敗 人可以怎樣跟從神 我可以怎樣跟從神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聖經是很豐富的 如果你覺得那個經文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你給我解釋一下 我會告訴你 我真的看到很多很多 任何經文 都有很豐富的恩典 跟耶穌的救贖 耶穌在天上都很舒服 祂可以緊緊腳 你們自己搞定了 但耶穌不需要負擔十字架 但祂甘心為我們去釘 祂釘完祂不用繼續 差以聖靈來感動我們 祂可以說 你自己搞定 誰可以就上天堂 你不行 你自己搞定 你自己去 你自己承擔 但是神並沒有這樣做 神是繼續服侍我們 現在不聽話的人 我經常覺得很多人是委屈神的 包括我自己在內 都很多次跟神說 神為何你不是這樣幫我呢 為何你不快些幫我呢 為何有這麼多困難 我們個個都說過 有個人這裡沒有說過 個個都說一些說話是委屈神的 但是神受完委屈 我想問你 那些委屈的人 你會不會去愛祂呢 委屈的人 你會不會去特地對祂好呢 但是神法國每個都委屈他 但他依然每個都這麼好 是否很特別 當我思考這件事 我已經覺得 是否真的很好 每個人都說過不好的說話 大家應該是屬於好那班基徒 應該屬於好那班 但是你所謂 你曾經說過對神的不好的說話 你街上有多少句呢 肯定不止一百句 肯定不止一千句 肯定不止一千句 真的很多很多句 但是依然神這麼愛我們 是不是很偉大的愛呢 所以我們真的看的時候 耶穌居然這樣去救贖 繼續幫我們 真的很好 而且當我親近神 可以經歷神的愛 生活經歷神的愛 那整天都數算 我整天都數算 真的 我小時候玩了一次 我真的想回 我都覺得牙煙 我小時候拿著一把剪刀 我一跑衝過去 然後一擦擦到這裡 現在的傷眼靈 我哪個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拆了一點點 我今天是單眼的 單眼我成長可能會很不同 但是我感謝神 我現在是雙眼 雙眼皮 不過有時 就是在所有的事上 我可以感受神 我真的好 那些人為何難以經歷 第一 埋怨神 覺得神沒有幫自己 但是其實有困難 代表神幫我們 你以靠神 親近神 神一定幫 一定繼續幫的 雖然他的幫助未必很快 這個就是很多人的問題 未必很快 有時我們學習耐性 但是始終神會幫我們 還有一句說話 大家記得 紅色那裡 神做事我放心 每一次神做事我放心 你越信靠神 你就越發覺神的幫助很快 大家有沒有發覺 現在的幫助好像快了些 有沒有發覺 我真的覺得 那些困難都沒有存在 因為我根本不介意那些困難 所以好像不存在 已經解決了 神就會幫助我們 哈利多人 所以埋怨神 這是難了 我們放下埋怨 第二 覺得自己不配神的愛 因為自己的罪 不及人 自己的失敗 但是神 臨前一章二十七節 神簡選世上如絕的 叫做智慧的收費 簡選世上如弱的 叫做強壯的收費 譬如這個 神奇 我有看過 如何示範 他如何看書 神 在他身上 雖然他是很不及人 很多地方 但是神 將他變為 是高過很多人 本來不及人 變為高過很多人 我們不及人 所以有些人說 我都是智慧不高的 學不到什麼 其實不要緊 只要你肯投入就可以 我記得有一次 有一個老的姊妹 來到我們教堂 我聽她說話 很興奮 說了全方很開心 我立刻叫她分享 在崇拜立刻叫她分享 她是 但是她說到神的美好 她是如何作見證 是很喜狼 原來就是當一個人 很感激神 她的生命就流露出來 同樣也是 基督徒現在經常說 我不行 我沒有力 我做不到 那她真的做不到 但當她放膽 她就做到 我用一個比喻 好像什麼呢 好像狗 保護主人會打炮的 會跟炮打架的 因為不能打的 但是她會保護主人的時候 她會起勢肺的 她會攻擊她的 這個就是 她裡面是不怕 她不怕 我們都是說 我們靠耶穌不怕 死也不怕 因為神會保護我 神會托著我們 所以什麼都不怕 這樣的時候 你的生命就會一直提升 我已經預料了 將來迫白我又不怕 就算打我 我說神 如果打我 我又求神 叫我打不痛 如果真是痛 又叫痛的時候 繼續呼求神 神又很喜歡我們呼求神 神又會有特別的恩典 或者到了時候 打得太痛了 神呀我已經作了電證了 神呀你現在接我了 那我就飛去天堂了 總之我都覺得沒有所謂 我已經預料了 痛 我又預料了 不痛 我又會預料 神跡其事 又預料 靈魂早到天堂 又預料了 沒有所謂 就算痛久一點 不要緊 我更加榮越神 痛這麼久一點 這個人總是 為何租質他都一樣依靠神呢 這個就是 在心裡 當你這樣 視死如歸 你就什麼都不怕 什麼苦啊 人家罵你 曾經試過我被人罵 我就想 我都曾經想過 受迫伯 至少他的罵 不及受迫伯 因為受迫伯 至少要打 又要 好嚴刑 敲打 你家人有沒有嚴刑 敲打 你沒有 他真的罵你幾句 你就受不了 你就想想 迫伯的時候也沒有那麼辛苦 都不要緊 你就沒有那麼介意 即是說 世上一切 這些不好的事情 多困難都好 其實都不要緊 即是 我們不配 神會提升 你放膽 整個人就提升了 第三 有些人就是自己的錯了 小信靠 親近信從神 的時候 自然 沒有信 沒有信靠也怎樣 怎樣 馬上信靠 你沒有信靠神 立刻信靠神 沒有親近 立刻親近 沒有信從 立刻信從 這是我 很簡單的 沒有祈禱就立刻祈禱 你犯罪就立刻悔骨 立刻不要犯罪 很簡單的 你靠著耶穌就可以了 在神裡面有動力 我們就一定可以做得到 第四 有些人感情麻木了 為什麼呢 從小到大壓力了 從來都不會哭 從來都不會有感情的流露 失了感情 失了感情 怎麼開始呢 開始要學一下笑 譬如家人拿個蛋糕回來 吃的時候開心一下 你真好 你會買個蛋糕給我吃 學回笑回 多謝人 有感到 由得他哭 不要緊的 譬如我剛才流眼淚 我都發帖給他聽我流眼淚 我公開講也沒有所謂 有些人說 牧師你哭醜不醜 我說不醜 神日慈禱我們會哭 耶穌都哭 所以沒有所謂的 這樣的時候 你就有真的感情 我們要回復有感情的人 有很多貼徒變成麻木了 只是說 你要信耶穌 你會上到天堂 你不信耶穌 你犯罪 你落地獄 全部都是沒有感情的說話 但當你有感情的時候 人會受感動 所以如果你感情麻木 經歷不了神的愛 你開始 那些花真是涼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周圍的人真是好 每一樣都享受 這樣的時候 你的感情就會開始回來 我們有幾樣 我講到 第一 就是享受神的愛 又經常愛慕神 愛慕神怎樣呢 就是全身用心靈 不是口說的 神啊你真是好 我真是好感激你 好多謝你 好愛你 好歡喜你 其實在我們領敬拜 兩個都可以做的 享受神怎樣呢 耶穌就在那裡 你說耶穌在那裡 你不知道嗎 耶穌說了他在那裡 神在那裡 所以他一定在那裡 所以領敬拜的事 耶穌就在那裡 我們一起享受神的愛 真好 耶穌就在祝福我們 在我們前後環繞 我們安守我們身上 就說出神的愛 神的恩典 神地掛我們每一個 神掛著我們每一個 神現在很歡喜 這個就是恩典 然後呢 我們一起回應神 神很歡喜 我們回應祂 祂很開心 我們一起跟耶穌說 我真的很喜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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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建立 跟神的心的關係 時時享受神的愛 日享受神的愛 和日愛無神 處理對神 所有負面的想法 你就會慢慢在神的愛中活著 我們不只是知道神的愛 是活在神的愛中 先說六點 記不記得 第一是知道神的愛 第二是甚麼 相信 第三 堅信神的愛 第四 經歷神的愛 即是親近神的時候 第五呢 享受神的愛 第六 被神的愛激勵 好 感謝主 希望大家記神 今次所說 就是日日都活在神的愛中 天天都活在神的愛中 有些人可能說 我太困難了 其實多困難都好 現在你都是肥肥白白 風衣足食 又沒有餓 所以以前的傷害算得甚麼 我們個個都受過傷害 其實那些人其實傷害那些人都很淒涼的 那你就遙述他 看衰他 其實他都很慘 那你的心就會鬆了 我們一起起床 噢 享受神的愛 耶穌你真好 當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你就來到打算我們 拯救我們 你就為我們而死 噢 主耶穌我們 我們真有福嗎 我們都是夢福的人 我們每一個都是夢福的人 我們每一個都是享受神的愛 我們每一個都可以活在神的愛中 求你幫我們 今天開始 天天多思想神的愛 天天享受你的愛 領受你的愛 然後 我們去對你的愛有回應 更多的愛你 主呀 無論我們多困難都好 神你一定提升我們的 神你一定幫助我們的 我們一定可以活在一年之中的 哈利利亞 多謝耶穌 求主釋放我們的靈 所有的不開心 現在全部都拿走了 所有的煩惱都拿走了 所有的重淡都拿走了 3 exploded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